就是可能演員他的穿著比較裸露 然後那時候拍攝就會覺得說 剛開始然後就馬上就咖了 咖了之後就想說 啊 怎麼辦 他們就馬上進去要補妝什麼的 可是我心裡面就會想說 啊 可是這個演員他現在穿的衣服很瘦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衣服在身上 那個當下我就突然有點生氣覺得說 好像沒有尊重到這個演員 可是我那個當下會不知道怎麼表達這個 這個不開心 所以我那時候拍戲的狀態 可能就是會跟工作人員說 那個你們怎麼會這個時候進來 因為如果現在還沒有咖的話 我們其實還在拍攝 就是沒有必要那麼急 然後後來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就是阻止我們工作或是你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所以等於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根本問題是我覺得 不應該讓演員這樣子好像 穿太小 然後就進來這樣子 沒有尊重到演員 那我應該要解決的是這個部分 而不是讓別人覺得說 他現在在氣什麼 但是我搞不好 你要不要轉行當經紀人 對 經紀人是專門解決問題 其實這個狀況就是說 趕快拿一件衣服給他穿 其實就可以了 對 其實是 但是我就是很常轉不過來 就是沒有想到 然後我當下氣得點 然後講出來之後發現 我到底在幹嘛 我也沒有解決到問題 然後也沒有幫到人家 其實我覺得耿直跟正義感 都是很好的品德 但是有時候在做人方面 反而沒有加分 這就是我們很辛苦的地方 這個我還在學習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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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